给专政暴力革命 世界革命 消灭私有制 埋葬资本主义 要叫全球建立一个红彤彤的共产主义的私隙界呢 那么就是这个忠实价值观的冲突 所以这些国际社会为什么对港区国安法这么敏感呢 就是说迁一法而动传身 是从忠实价值观来考虑这个问题 好了 这里有必要一个去再次重申 近几年来 我记得无非就是中国注音公使 还有着中国的外交部的几个发言人 还有就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主播 这几个小猫山几个曾经一再 塞山在世去讲什么 中英联合声明过时了 失效了 成为历史文件了 那我觉得用这种方法来 辅定中英联合声明的有效性 为自己在香港称使一国两制 来找理由 叫沙台阶梯 这种说法完全不能成立 刚才讲到了 维亚纳国际条约公约法 都讲得很清楚了 你两国政府的首脑去签署的 两国国会批准的 然后交换文本而生效的 要去联合国里头做了这个注册备案的 分明是国际条约嘛 你怎么可以单方面说 中英联合声明那个无效呢 什么时候开始无效啊 难道是1997年7月1号 零时的时候 中国已经恢复在香港地区行使主权的时候 那一刻那个就失效吗 如果真的这个样子 也应该在1997年7月1号 零时零分的时候 有在场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和英国首相贝利亚 在那个香港的那个会展中心呢 那个回归那个仪式里头啊 当场去宣布 从这秒钟开始 中英联合声明失效 而不是回归20多年之后 才有你才有这些什么那个外交部发言人呢 中央电视台的联播节目的主播 单方面去讲什么中英联合声明失效了 成为历史文件了这样 老实讲 如果这样的那个被信弃的讲法 如果是中国政府认同的话 我都很奇怪 到今天为止 没有中国任何一个外交部长 任何一个副总理 任何一个国家主席 去讲过中英联声明失效 只是一个历史文件 没有讲过 由外交部发言人 这么低级官员来 说一个国际条约无效 那么太儿戏了吗 我们究竟把国际法 国际关系准则置于何地 所以 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 那就糟糕了 为什么呢 中英联合声明是1984年 12月19号签署的吗 你认为过时了 无效了 那好 构成中美关系的三个文件 是1972年的上海公报 1978年的建交公报 和1981年的817公报 这个三个公报就构成了 中美关系的基石 核心是一个中国的政策 如果你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 都没有效的话 那么1972年 1978年 1981年的三个中美公报 是不是也同样可以 人家美国说 是无效了 过时了 成为历史文件了 从而就推翻 中国的政策呢 那你这样说法 中国这样的说法 不是搬起石头 打自己的脚吗 又比如说 偶尔日本的用意分子 说什么台湾地位未定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一定是第一时间站出来 说 1943年的开罗宣言 1945年的波士坦公告 已经庄团 已经庄团顺告台湾 台湾 彭湖列岛 回归中国的版图 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那好了 如果你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 你可以自己单方面 由中方 去这个胡说什么 失效了 过时了 成为历史文件了 那么时间更加久远的1943年的开罗宣言 1945年的波士坦公告 是不是也是过时了 失效了 历史文件了 然后来到台湾地位未定了 可不可以啊 甚至荒谬绝伦的吗 这个事 好 既然中英联合声明 是依然的有效的 这个国际条约 国际承诺 因此在于中英联合声明当中的 中国政府对香港12条的基本政策 当然也是有效啊 也是50年不变啊 起码到2047年都是有效啊 你什么可以中途而废呢 你否定中英联合声明 是不是想否定 中国对香港的12条的基本政策 这是不用回避的问题 所以那个国际社会 就是基于 中英联合声明 是庄严的国际条约 国际承诺 不用那个中共单方面去 把它去推翻 去改变香港的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地位 何况 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英国啊 美国啊 欧盟啊 日本啊 等等 他们都在都是这个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 持分者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优势 本身来讲呢 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局也好 对中国的现代化间线也好 都是至关重要的 大家知道 那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传会 果断停止了阶级动争为刚的路线 把共产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间线为中心 搞这个改革开放以来 是香港人带头进内地搞三来一步 投资现场 那个输进去内地资金 市场经济的观念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知识产权的观念 法治的观念 人才的培训等等 然后来讲呢 带动了欧美日的资金 人才 技术 观念 这个到内地 所以 内地之所以在这个文革结束不久 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时候 能够40来年就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它的改革开放政策来讲呢 当中发挥了香港这个作用 尤其是这个回归之后 1997年那个回归 香港里头作为一国两制 对于内地里头 它的这个各方面的改革 这个去起了很大的作用 根据统计 40多年来到现在 进内地的投资现场的那些资金 57%以上都是经过香港进去的 而现在人员就说 从1991年到现在 内地来香港上市的红筹股 内房股 内银股 等等 在香港啊 来自内地的那个企业 在这里集资融资 所以作为在香港而言 作为他们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固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 这个大局发挥的制度